看看我的作业 回来赶紧的写 有组长啊 我老被组长刺 有时候我就忘了写了 今天赶紧写完 洗完了脸了 洗完澡了 把衣服也洗完了 作业也写完了 然后我就 以前我要抹一些水 喷一些水 然后再抹油 现在有这个 你看500毫升的睡眠面膜 特别舒服 免洗的 抹完了十分钟吸收 然后也不用管它 挺省事的 就抹完特舒服 它保湿补水 它里面含有八层的玻尿酸 还有VC 柠檬VC精华 睡眠面膜 这是韩国进口的 39.9 500毫升一斤 这一大瓶 挺划算的啊 这个现在特别流行 我也是看人家用 然后我说试试 挺好的效果 所以就推荐给大家 你看里面还亮晶晶的 精华 然后我抹完了以后 脸舒服 我坐那儿跟你们聊聊 今天发生的事 好吧 我把链接啊 让在视频下方了 橱窗里面有 尤其他这龟窗小刷子也特别好啊 这都是随机送的 大家好 我是兰兰 今天从早到晚 我是溜溜忙活一天 到家都八点半了 我妈呢是顺利出院 医生还不错 后来态度也非常的好 而且呢 也没有化验啊 今天上午不出了一六单子吗 我说我们不用了 不化验了 然后那个回家了 他就给抽了血了 抽血以后呢 下午出结果 让我下午去办出院 再拿结果 然后再根据抽血的情况呢 医生再给开药 还不错 他是白细胞低 哎 也不低了 他也没用药 哎 我说那为什么呀 医生说 因为吧 他甲铁链不加了一片 是那个的副作用 现在医生要让他 减回原来的三片了 他那不是脂肋通湿的吗 然后又给他 另外加了一种吸药 所以呢 不影响他的白细胞 这么着 他还有那个甲低呢 甲低就给他补 绿化 哎 也补上来了 我说那还用回家再吃吗 他说不用吃了 我妈也挺高兴的 然后也不咳嗽了 说话有劲了 又走路也好多了 还挺好 挺高兴的 后来我就想啊 关键的问题 以后就在哪 侧中哪 就是加强营养 因为以前我听一个粉丝 就评论区留言 他说过 我当时就入心了嘛 他就说 老人到最后的时候 大多都是因为营养不良 本身他就免疫力低 然后呢 营养不良 是吧 他比如说贫血 是吧 他吃的东西 是吧 老人们眼睛也看不见了 站 腰也疼 做饭 有一大乌一大的 他就越来越 不想吃东西 尤其他们吃的西药有多 有多有副作用 我妈吃那支类公司的药就是 一吃那药 他就不想吃饭 是吧 不想吃饭呢 你再不给他 做点可口的 然后呢 虽然有老年驿站 但是毕竟那是大锅饭 是吧 到家也就凉了 他不如家里做的 想吃一口 你给他做一口 可口 所以以后呢 我得在这方面 就是下功夫了 我爸也是 在网上 他不是会网购了吗 进我湖买 今儿我一看又买麻辣鸡 买了三只 也不便宜 后来我一想 算了 我不吃饭可不行 中午在那给他们做做饭 然后晚上呢 我说吃肉 吃素羊肉 不 你涮的东西是吧 油少吗 然后拿下 鱿鱼海参的 各种菜 就一二给他涮一点 他营养就均衡了 我说明天咱们吃那个韭菜 虾仁肉 都给他割在里边 就跟那个喂小孩似的 我记得我们家小孩 小的时候就是饺子 吃不了多 就吃几个饺子 就把所有的馅儿剁碎了 包在饺子里边 吃也挺好的 老了吗 就跟有老小孩似的 这得细心了 你身边得有人了 回家 然后给他们俩洗衣服 洗衣服的时候 坑着坑着 我就想起我爸了 我们小的时候 我都二十多岁了 我爸都用手洗衣服 那会儿住在平房 是吧 一间屋子半张号 那会儿也没有洗衣机 都用手洗 那我爸一起 三棵树拴着绳 就那么 好家伙 我爸的那个街道 都有名 特勤快 一下子衣服都在洗 所以我说 我一边洗衣服 我就想 赶紧的 趁他们都还在 就是赶紧的回报 要不然 就跟前些日子 我家一个亲戚去世 也是 特别难受 因为那个亲戚人 可好了 就是他也 从小 他是个大夫嘛 然后就 我们家孩子吃药 什么的 都是给他打电话 就每次一生病嘛 我就特踏实 给他打电话 他就弄点小药 一吃就好 所以我就说 哎呀还没来得及回报呢 就出车祸 就没了 哎呀那天 我就哭得 可伤心了 所以你说自己的爹妈 我们还那个亲戚不常见面 一年有两年见一面 我都特难受 哭得不行 我说这样是我父母 在一想起来 曾经对自己那么好 从来没打过一手指头 也没骂过 我爸妈很少骂我们 更不会打我们 所以又特别勤快 一个会做饭 一个会洗衣服 然后挣了钱也很顾驾 让我们没有说缺衣少食 而且就是 就是 哎怎么说 就真就被他们给惯坏了 所以我说 哎真的是 以后得多陪伴他们 多照顾他们了 尤其是 我家里面怎么说呢 亲戚里面 长寿老人挺多的 就活100岁的就两个 活到99 现在有一位 二九爷也是 他还活着99岁了 身体也很好 为什么 我就回忆他们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 有一群孝顺的儿女 因为他们孩子多 我们那二九爷 现在还活着呢 就是两个女的 就专门给他每天做饭 我们上次去看他的时候 他一桌子 他自己一个人吃 一桌子就各式各样的菜 汤汤水水 哎呀 那就一个营养全面 然后有专门人给他按摩 到了晚上 那大按摩椅 揉脚的按摩的 然后他也很听话 所以人家 当然人家心态也好 我觉得他活的100多 都没有问题 反正因为离这比较远 所以我们就 昨天过节去看 每次去看 每次去都特别感动 就首先 他就是长寿 一个他心态 然后他很善良 还有一个他身边的人 照顾的人很多 你包括我们家里的爷爷 就是也是活到100岁 他的儿女也是六个吧 就一个才一个的孝顺 然后包括他的那个老爷 也是活到100岁 那儿女也是一个一个的孝顺 我给你说是家风 就是这样 咱们就是跟人学习的地方挺多的 就是有病要及时来来看 然后照顾好他的情绪 照顾好他的生活 营养什么的 我觉得 就是父母在了 你家就在 真是这样 父母一不在 好了就分享这么多吧 明天继续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点赞关注哦 是 令人 我会说明天继续